楚风回来时,一路上很小心,封锁自身契机,动用本能神诀,确信没有人跟踪。 这个人谁? 他凭住呼吸,仔细观察。 那道身影背对楚风,穿着古怪,一身压麻粗布,将全身都包裹。 怪人先是对太行山一拜,而后便蹲下身躯,在那里绝土,在寻找着什么。 楚风脸色变了,那是花谱位置,他从昆仑山带回的三粒种子都埋在那里,怎么能容这种事发生? 他冲出房间,动用牛魔拳,发出风雷音,向前轰去。 哼,那道身影反应迅速,转身就是一拳,跟楚风的拳印撞在一起,刹那间飞沙走时,发出暴鸣声。 楚风甩了甩发麻的拳头,盯着这道身影。 怪人瞪圆眼睛,而后一把扯下压麻布,露出真身,竟然是黄牛。 你怎么没死? 黄牛快速在地上刻字,一脸活见鬼的样子。 楚风气得牙根痒痒,这死牛居然诅咒他,很想再去买几串过期的羊肉串喂给他。 黄牛猫猫叫了几声,在地上开始刻字,告知情况。 大黑牛不敢跟白蛇动手,但是逃命本师却是一决,带着黄牛风驰电撤,一路冲出太行山,成功逃离。 事后,大黑牛告诉黄牛,如果不是有他这个累赘,非要跟白蛇一决高下不可。 黄牛半信半疑,当即让他去救楚风。 大黑牛痛快答应,转身就走,简直是一泊云天。 不久后,大黑牛回归,告诉黄牛,他去晚了一步,楚风已经死了。 他愤怒之下,跟白蛇大战,将整片山岭移为平地,但还是杀不死白蛇,最终只得无奈退走。 他让黄牛节哀,反正也没认识几天,就不要挂念了。 楚风听得目瞪口呆,最后忍不住骂道,这个老神棍,大忽悠,他怎么不去死,什么跟白蛇大战。 他压根就没露面,黄牛闻言,张口结舌,他觉得羞愧,大黑牛比他脸皮还厚,什么都没做,居然还妖功,一副豪迈熊壮的样子。 家门不幸,出了个败类,他在地上写下几个字,你也不咋地,回来救到我的种子,连哭都没有哭一声。 楚风瞪着他,黄牛不服,表示已经对着太行山那个方向拜了一拜,算是给他送行了。 别扯这些没用的,紫金松果呢,赶紧分赃。 楚风相当直接,打量黄牛,他可知道大黑牛跟黄牛收获巨大。 没有了,都进了老神棍的肚子。 黄牛客自后,果断倒退,警惕地看着楚风。 一看他这个样子,楚风就知道,这家伙身上肯定藏着不少松子,直接就扑了上去,跟他争夺。 最后,黄牛妥协,同意分赃,倒不是他大方,因为觉得自己或许用不了这么多松子。 那颗松果,足有成年人拳头那么大,里面共有一百二十多粒松子,他跟大黑牛剥落下来,最起码有一半。 逃离太行山安稳后,大黑牛跟牛角牡丹似的,一口就吞下三十粒,最后砸吧砸吧嘴,觉得吃下那么多,量已经足够。 随后,他便去找地沉睡了,看能否再次进化。 而黄牛则跑回来了,准备将三颗昆仑山的种子带走。 你没告诉那头大黑牛吧? 楚风可真担心那个大忽悠,要是被他知道,估计三颗种子保不住,不可能告诉那条神棍。 黄牛拍着胸脯,让他放心。 接下来开始分赃,黄牛的身上共有三十六粒松子。 都比寻常的大,饱满而晶莹,流动紫光。 这些松子很通透,像是紫玛脑般,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是非凡之物。 特有的清香弥漫,沁人心脾,让人精神跟着宁静。 我吃下去后,会不会长出一条尾巴,或者多出两根脊脚? 楚风迟疑,他很想试,但又非常纠结。 这种神秘果实蕴含着不可思议的力量,一旦浮食就可能让人激烈变化,并拥有某种非凡的能力。 黄牛在旁点头,这一次很认真,告知楚风,其实最好的选择是花粉,而非果实。 楚风发现,他前所未有的严肃,这是很少有的情况,他认真询问。 黄牛也不明白其中的内情,但在他来的那个地方,有些不朽的圣地非常讲究,要求弟子必须以花粉进化。 至于果实,尽量少碰,他猜测,到了后期可能有什么弊端。 当然,黄牛也补充,也有个别,绝顶传承,没这个机会,似乎有化解之法。 楚风想了解的更多,但黄牛似乎不愿意多说那个世界的事。 这让他为难,紫金松子就摆在眼前,绝对是好东西,可是他十分有犹豫究竟是否服食。 各崩,黄牛在吃松子,居然连皮一起嚼碎,整体咽下去,他一口就吃下五粒,仔细感应体内变化。 楚风发现后,觉得自己被骗,这家伙怎么不担心,直接在啃松子啊,就这么吃了。 牛魔王,他叫道,黄牛晕晕乎乎,这松子居然要笑其大无匹,让他浑身冒热气,眼睛都有点发指。 楚风健壮,觉得正好可以问出实话,这家伙有点发猛呢。 你这么吃下去,就不担心嘛,以后弊端显露怎么办? 黄牛哪怕反应变慢,也有些傲然,在地上刻字告诉楚风,他是与众不同的,没看连鸡脚与皮毛都是金色的吗? 什么乱七八糟的。 楚风想给他一巴掌,总有些生灵,受上苍眷顾。 黄牛写下这么一行字,便闭嘴,什么都不说了。 到了最后,他一共吞下十二粒松子,便不再继续。 事实上,黄牛在吞到第十粒松子时,就感觉到自己体内无变化了,神秘药效不再增加。 楚风纠结,到底要不要吃? 同时,他想到了白蛇,如果屠成的话,会否从附近开始,应该马上撤离才对。 不要紧,黄牛刻字告诉楚风,那条白蛇说话算话,说屠成肯定不会屠阵。 你怎么知道? 他坦言,是大黑牛告诉他的,不然的话,也不会放他回青阳阵。 楚风促眉,或许只有一兽中的王彼此,才更了解吧。 只是那样的话实在恐怖,白蛇真要屠掉两座城吗? 周全逃出来了吗? 他赶紧联系。 通讯器响了几声,最后竟然接通了,周全还活着,并且回到县城。 他负伤了,在跟楚风通话时,竟像是有些解脱,经历那么可怕的事,他都没有落下什么阴影。 楚风疑惑,询问之下才知道,周全的两根鸡脚断了,一根是万斤巨石砸的,另一根是被白蛇的躯体擦中后折断的。 他能活下来,也算是有很大的运气。 吓死我了,这世间居然有这么大的蛇,我再也不乱跑了。 周全在那里庆幸,同时美滋滋,终于解决掉那两根鸡脚。 赶紧离开县城,说不定白蛇屠城会从那里开始。 楚风告诫。 我知道,周全正发愁呢,问楚风这边是否安全,他们一家正准备逃亡呢。 行,你来吧。 楚风痛快地答应。 周全开车来的,简直快将那辆车开散架了,一路沿着破败的道路猛闯,不得不如此,怕遇上白蛇屠城。 果然,他的两根鸡脚断了,整个人都有点尾米不振,腹伤不清,身体上有很多血迹。 这是我的父母。 周全介绍,从车上扶下两个老人,老两口面色略微发白,有惊吓的原因,还有就是车速太快,他们在路上吐过好几次。 伯父好,伯母好。 楚风问候,看得出,两个老人病奄奄,实在没精神。 楚风家的后面有一处空着的宅院,那户人家早已搬走,现在非常时期没什么客气的,他直接开锁,将周全一家安排进去。 毕竟,楚风家里有头黄牛,再加上有可能会出现的大黑牛,如果一不小心,吓到周全的父母就不好了,现在两个老人精神萎靡,不宜受惊吓。 你的伤不清,骨头都断了。 楚风吃惊,周全也够能忍得,肋骨断了两根,硬是没吭声,都没告诉他父母。 楚风想了想,将两粒子盈盈的松子递了过去。 这,周全震惊,他顿时猜出是什么。 什么都别说,赶紧吃下去。 楚风转身就走。 回来时,他发现黄牛苏醒了,眼中射出两道惊人的金色光束,散发出的能量波动强了一大截。 金刚呢,离开太行山了吗? 我想他了。 黄牛实力大增,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金刚。 啥意思? 楚风不解。 黄牛一脸傲然之色,他想试一试,这一次能否框框几蹄子下去,将金刚打晕。 楚风无语,这么深的执念也太不厚道了。 原本就是偷袭人家下黑手在先,就因为没敲晕,念念不忘。 黄牛果然非凡,他的外表并没有变化,不曾多了鳞片,与赤等还跟以前一样。 他告诉楚风,松树本就不算是一般的树种,轻松长翠,无惧冬雪。 这种树木变异后所接出的果实十分非凡。 楚风感觉到了,一颗紫金松果,接出这么多松子,足够树人服用,一次能造就出多位高手。 松树下是否有奇异的图? 楚风很关心这个问题。 黄牛点头,一脸自信之色,告诉楚风,这次绝对可以让昆仑山的三枚种子生根发芽。 好,楚风大喜。 。 感谢观看